没错,我是一个典型的爱人 不只是我,他也是 哪怕我们自己拍摄在大街上 甚至是一些网红拍摄点都会有觉得尴尬的时候 我们总是会在意别人在想什么 那么我们到底是怎么愉快地开展每天的摄影的 主打一个目中无人 当然了,这样也不能避免尴尬 没错,这个时候,维州市七十五定帮到里 自己先分享一下我的富士胶片模拟直出方案 仅供参考 评论区置顶的链接也分享了这次后期调试的LR预设 希望你能给我个一键三连以及关注 这对我的创作十分有帮助 先来聊聊关于长焦扫接的缘由 长焦扫接我记得是在口罩时期活起来的 是长焦让我们有了安全的拍摄距离 长焦更是检验有没有所谓摄影眼的标准 我自己的理解其实是这样的 有时候看到一些很漂亮的景 但是走过去拍又怕被打 开玩笑了 主要是不想打扰到当下的景象 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抑制这样的镜头 正所谓不打扰也是一种美 说实话 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拍摄 所以在没有办法交代好环境的情况下 更加需要一直焦距更长 完全更大的镜头 把这些瑕疵、杂物、虚化掉 突出拍摄的主体 长焦拍摄最重要的就是空间压缩 它可以将远处跟近处的景物压缩在一个画面里 拉近背景的距离 维珠是75毫米 等效约为113毫米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镜头了 搭配1.2的光圈 想要焦距有焦距 想要虚化有虚化 这个焦段可以让你更加容易找到拍摄的主体 而且它还是一支人像镜头 我觉得在用这个镜头的时候 是很容易让你提起拍摄的乐趣 新手游戏喜欢这类型的照片 普通人也会觉得这张照片很有吸引力 空间压缩感极强 甚至很多人一致认为好的照片 就是用长焦拍出来的 但是摄影绝不止不于此 当你有一定的构图以及画面表达能力的时候 再慢慢从长焦 转变成中焦 再到35毫米 甚至更广 我记得上一期在G2的视频里 有人提到 接拍别超过50毫米 比方会有一股偷窥感 的确啊 在焦段超过50毫米或者85毫米之后 我们就会很自觉去拍一些远处的东西 比如远处的外卖小哥 快递小哥 老人家 摊位老板 消防酸 我称他们为新手无件套 当然了 能拍出故事感 其实也是很不错的 那么如何在用这个镜头的时候 没有头盔感 对的 就是要让照片有故事感 不要一味的凑镜 然后到完全序话 尽量找到远处跟近处有关系 或者有内容的画面 这个焦段是可以把自己自身 直接把自己的瞬间记录下来 仅表达背色的情绪 既然围族是75毫米让你获得了这个焦段以及光圈 那相对付出的就是重量了 依然跟27毫米一样 75毫米的背负重量更加大一点点 不过在这个焦段中都在可接受范围内 锐度更不用讲 看圈光方面是差了一点 不过没有给我造成太多的困扰 甚至我还蛮喜欢 逆光的氛围表现 这个就简介质了 对于远处是27定和75定的选择 75更加多的是讲述你的拍摄对象是谁 而27是讲述你的拍摄对象在哪里 灵强感更强 不得说这两个镜头让你选择去扫接 那么75代表的是爱人专属 27代表的是一人专属 我是很推荐习惯不了关脚扫接的朋友 尝试一下围表是75毫米的 特别是富士用户 富士跟厂教真的迷之绝配 可能有些朋友不太能接受镜头的重量以及售价 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尝试一下附加质地 围加穷人三宝 23 35 56中的56 这个等效85也很好上手 重量跟价格都低几个单位 新手低预算可以考虑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长脚扫接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 私信我 韦卓士75 可以拿到本次用这个镜头拍摄的视频原素材 我是野笔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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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